家屬來到案發現場進行招魂 他們雙手核實跟在法師後方 氣氛凝重至今無法相信 一位好丈夫好爸爸竟然遭人砍死 原本相約談判卻演變成砍殺命案 根據了解凶手湯家弘跟理性傷者 找因為防水工程意見不合產生嫌隙 共事九個月期間雙方爭議不斷 這個月一號湯姓凶嫌以薪資太低為游離職 沒想到幾天前領薪水後 湯家弘和李姓同事在電話中互嗆 並相約在工程行談判 李楠找來黃靖有人在旁幫槍 三人爆發激烈爭吵 隨後湯家弘就拿出遇藏的西瓜刀狂砍對方 黃靖男子上前勸架希望兩人不要再吵了 但沒想到證明凶嫌就拿出西瓜刀 對著裡頭所有人一陣亂砍 附近居民指證莉莉說 這家公司氣氛本來就不好 但是一言不合就持西瓜刀砍人 這樣的做法會不會太狠心了 不久前發生在植淮棠的雙失明案 其實跟這次工程行發生的砍殺意外 距離不到一公里 走路十分鐘就可以到 事發之後路上店家都拉上鐵門 宛如蒙上一層陰影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